第五波疫情肆虐 近日多家安老院社爆发疫情 住在太子一家安老院的69岁美声王张慧文 也不幸染疫 因为他有长期病患关系 已经被送院治理 由于张慧文没有手提电话 经理人兼监护人方俊 只能透过院社电话通知 获得他的最新情况 方俊都表示相当担心 现在慧文的情况 就是进了港华医院 在急症室里面的中医部 一个隔离的病房里面 就是住着的 昨天早上院社就通知我 他是有阳性的测试的 就送了去广华医院 他这两天都有些不舒服的 有些鼻水和有些喉咙痛 但起初都不知道他是确诊的 直到院社那里有一个同事 是确诊了 院社就帮所有院友做测试 原来不少院友都中了Omicron 所以有病征的病人送了去医院 其中一个是慧文 他昨天早上进入港华医院 张慧文有糖尿病和脑退化症等长期病患 日常需要靠轮椅出行 也没有家人在身边 所以令方俊更担心的就是 张慧文康复出院之后的安排 其实他出院之后的去向是怎样呢 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头痛的事 如果再回到院食那里住 有很多人确诊 有很多人又不能进医院去医治 现在如果他再回去呢 会不会又重新恶性循环感染呢 这个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 如果他去哪里住 我又想不到在哪里 可以有人可以照顾得到他 可能我会带他回家住几天 看看怎么样 或者有没有酒店 人手可以帮忙照顾着他 直到院舍就比较稳定一些 安全一些 再做考虑